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9月8日 戈连泰斯击退青年队某难度 周三早上 八甲有二场激战同时开播 其中戈连泰斯将坐镇主场迎战青年队 戈连泰斯最近走势非常积极 联场获胜之后排名升至积分榜前列 兼且还迎来多位知名球员加盟 球队士气进一步提升 金杖面对实力偏弱的青年队 戈连泰斯全取三分可谓大势所趋 戈连泰斯近期迎来超强反弹 他们进三轮连续击败施亚拉 巴拉纳体育会以及甘美奥全取九分 主力攻击手组奥也在上轮打破 接近两个月入球荒 现在低戈连泰斯一切处于积极的发展轨道上 要知道他们经济的前十五场联赛只有四场胜仗 现在排名以上升到第六 确实可喜可贺 更令人欣慰的是 他们近期迎来不少名将自由身家盟 例如中国球迷熟悉的前山东泰山前锋 阿尔古德斯与前北京国安中场阿绕古斯图 以及在英超封光了多年的维利安、波基斯 他们的到来必将让戈连泰斯的竞争力再提高一个档次 值得一提的是 戈连泰斯最近四场不败 在合共仅是一球 防守明显得到改善 面对赛季至今只有少数场次能攻入多过一球的青年队 前者在实力占优的情况下并且拥有主场之力 理应延续连胜势头 阵容方面 前锋阿苏亚蕾斯应商免疫 青年队经济财生上八甲 阔别顶级联赛多年财力自然平庸 他们主要是靠一帮租界得到的球员打天下 竞争力非常有限 从赛季至今的表现来看 青年队没有深陷倒数前四的降班悬窝已算有所交代 五胜七和六负 暂时排名甚至高于传统豪强甘美奥与圣保罗 无奈他们最近表现实在平庸 连续三场合局让他们难以进一步减少户籍压力 另外需要指出青年队做客成绩难尽人意 前八场 只有一胜四和三负 攻防两端也是毫无亮点可言 这根本难以火并正在启示蒂戈连泰斯 阵容方面 中场J.埃尔顿和维斯奇山度是养伤必战 后卫米高马歇度与中场马菲奥斯谢萨斯 则因为是从哥连泰斯租界过来而无缘出战母会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明镜要作公司